亲生母女面对面却都在找寻对方的下落 眼看俩人就要聊到寻亲的问题 知道他们身份的养女刻意阻止打断俩人 为了不让承雅进警局问进展 养女凤兰拉着她要一起去吃饭 好在连着两次也没拦住承雅 富婆都好奇凤兰今天的反常 为何如此执着要请承雅吃饭 凤兰谎称要跟承雅化解矛盾 还想以富婆的名义再把承雅叫出来 获得富婆同意后 凤兰着急忙慌追人去了 这次以富婆的名义叫承雅 承雅不好拒绝 就这样先放弃问匹配基因的事 吃饭时母女俩神同步都把鸡蛋单独挑出来 蛋黄给扒拉了出去 知道俩人是母女的凤兰心里那个别扭 富婆也有所察觉 问起承雅有没有登记基因 承雅刚告诉富婆登记了 打算接着说是邻居大婶帮忙登的时候 就被凤兰打断 凤兰的生母不知道凤兰有没有阻止承雅 心急地跑到承雅养父家探情况 结果她前脚刚到 承雅跟凤兰后脚就回到家 梅子看到凤兰跟着就知道没事了 凤兰为了让承雅放弃问寻亲进展的事 告知她自己曾做过寻亲的节目 登记过基因只需要在家里 等着只要另一方也登记就可以直接匹配 话虽这么说 承雅还是挺好奇地问梅子给自己登记后 有没有登记号码之类的东西 她想知道 梅子谎称是拜托熟人办理的 流程什么的都不知道 奶奶听着承雅的问题当即不乐意了 这是不信任梅子吗 梅子顺势借题发挥咬着承雅怀疑自己不放 找亲人对承雅来说是大事 问问登记细节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奶奶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 一直维护梅子 还告诉儿子承雅无缘无缚 怀疑好人 承雅委屈得不得了 白的给俩人说成了黑的 只能道歉 梅子装得更委屈哭着跑了 奶奶一股脑说出承雅桑门星的话 害自己家家到中落不说还嗑她 而梅子跑回家正每次自己装 她感觉自己的演技都能上红毯了 老太太气得不出房间 承雅没办法想找梅子道歉 可梅子不肯开门 承雅又常跪在老太太门口求原谅 老太太出来非让承雅再去跟梅子道歉 不然她就饿死自己 承雅再次跑到梅子家 这次梅子放她进来了 承雅跪在地上表示真的没有怀疑梅子的意思 她会听梅子的好好等结果 不再提这件事 目的达成梅子假惺惺会跟老太太和好 在承雅走后却嘲笑老太太 一大把年纪了还学人绝食 富婆这边把承雅跟自己一样不吃蛋黄的是说给儿子听 儿子听后让富婆带承雅去做个亲子鉴定 富婆也想 但承雅说过已经登记基因了 如果真的是母女 应该早就通知他们了 承雅不负所望考试合格 从今往后就是正式的主持人 贤秀提前把承雅带到公司主持人录节目的位置上让她体验 哪知刚坐上还没午热 凤兰就来了 她看到承雅坐在主位上气死了 让贤秀先出去 她有话跟承雅说 给贤秀之走 凤兰就摆出前辈的架势教训起承雅 让承雅离开又找茬弃对方鞠躬没诚意 凤兰一次次折腾承雅让承雅忍不住反驳 如果凤兰想训练自己也要等她进入电视台正式受训 现在她没必要听凤兰15和6 出来贤秀问起凤兰有没有为难承雅 承雅谎称凤兰要跟自己好好相处 凤兰刚撒气没撒够 跑到梅子家斥责她 如果梅子在面试那天拦住承雅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凤兰怕承雅跟富婆碰面 也怕承雅跟贤秀越走越近她根本就冷静不下来 担心这样下去自己主持人的位置也会被承雅抢走 梅子想到个馊主意要当承雅的后妈 说干就干 梅子补补妆准备为了女儿牺牲自己的后半生 她来到面包房晃有刷存在感 还要为承雅养父固定工作服的扣子 吓得承雅养父光往后躲 为此还摔了一个 老太太看到这一幕高兴坏了 她就看中梅子又漂亮又优雅 早就拿她当成儿媳妇了 同时凤兰靠关系 故意担任负责培训新人的任务 承雅心里发慌 肯定是冲着自己而来 当其他合作人看到承雅的时候 发现她长得跟年轻时的富婆很像 仔细看看整体的气质也很像 对方问起承雅年龄 竟然还跟凤兰同岁 因为凤兰还没被公开是富婆养领的女儿 合作人感叹 如果不是身为富婆女儿的凤兰站在这 别人都会认为承雅才是富婆的女儿 这话说的让富婆忍不住盯着承雅看 凤兰尽量整理自己的表情 心里都要急死了 富婆仔细看了看承雅 模样气质确实很像自己 临走还忍不住多瞧她几眼 这让知道他们母女身份的养女凤兰心里不爽 而富婆动用所有人脉请了个特别嘉宾上节目 这次打算在新入职的主持人当中选出一个人当助手 他们看中了有富婆年轻时气质的承雅 这让养女凤兰更加记恨富婆的亲生女儿 富婆叮嘱承雅这次请来的嘉宾非一般人 绝对不能有失误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凤兰极度承雅盯上了承雅准备好的主持员稿 等承雅准备拿稿子时 凤兰表现得很急的样子 让她先去照明和摄影及时搏下 把人织走凤兰就给承雅原稿给换了 当承雅再次想回去拿原稿又被凤兰拦住 她以节目马上开始为由让承雅留下 随后安排郑贤帮忙去拿 因为郑贤不知道承雅原稿都写的什么 里面内容不对她也不得知 节目开始承雅才发现稿子不是自己写的这次节目的原稿 但她硬着头皮按手里的稿子问题问得特别嘉宾 人家素食主义被承雅说成 每次回国都会去有名的烤肉店吃烧烤 富婆一脸尴尬 好在她三言两语化解过去 让承雅接着问下一个问题 承雅往后翻看半天里面的问题 她都无法问出口 就跟有人捣乱一样 自己写的原稿问题 一紧张也一个都想不出来了 这次节目尴尬收场 唯一高兴的就是凤兰了 她还假装着急地训斥承雅 让她认为是个人能力问题 富婆为此对承雅也是大发雷霆 第一次主持重要节目就失误 好感瞬间就没了 要不是特殊嘉宾请来的不容易 富婆都不想播出去 被训斥完的承雅跑去跟郑贤确认 是不是拿了自己办公桌的原稿 稿子确实是在承雅桌子上拿的 那就是被人故意掉包了 郑贤大概知道是谁了 她约了个没人的地址 问凤兰是不是她换的承雅稿子 凤兰竟在郑贤面前毫无掩饰地承认 她对郑贤来说是怎么样的困在 这对郑贤打击太大要跟凤兰断局关系 郑贤决心今后不会再搭理凤兰 但作为最后的义气 她表示会保守凤兰迄今为止做过的坏事 但妈 虽然郑贤不会说出富婆跟承雅的母女关系 但也就到这里 今后再发现承雅最坏事 她就不会只看着了 刚回到公司就听富婆说 特别嘉宾因为承雅主持的太业余 拒绝让他们播出节目 这宣传片都发出去了 突然说不上多 不是打公司的脸啊 凤兰被她做坏事 去气势汹汹把这件事的责任 够在承雅头上 承雅要跟着一起去劝嘉宾追上富婆 富婆同样地对承雅很生气 斥责她在浪费自己时间 俩人流流说承雅的一幕被郑贤看到 郑贤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 她知道所有的事情 却不能帮承雅 只能眼睁睁看着承雅受委屈 而不知情的贤秀相信承雅的能力 已经准备好了惊喜礼物和鲜花准备求交往 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点 贤秀左等右等等不到人 担心承雅找不到地方于是联系她 没想到对方已经关机 这让贤秀很纳闷 直接跑到承雅家附近等人 好不容易等到承雅却被甩了脸子 承雅没心情跟贤秀去吃饭 当即掏包就要给她钱让她自己去吃 贤秀不是那个意思 对承雅不耐烦地警告 承雅说完贤秀不再搭理她进了家 家人都替她高兴能主持很出名的嘉宾节目 期待着节目的播出 承雅只有尴尬笑的份 同时富婆跟凤兰堵在嘉宾酒店等人 凤兰把所有责任扣到承雅身上 表示会把承雅那部分剪下去 只剥富婆主持的那段 没想到嘉宾最讨厌的就是剪辑后播出 她认为那不诚实 凤兰趁机跟富婆挑拨承雅的关系 都是承雅让富婆的脸没地方割 富婆是费了多大的劲才请来的人就这么泡汤了 同时富婆儿子带老婆做检查 却得知老婆并没有怀孕的消息 老婆当场差点哭出来 应该是她太想要个孩子造成的假性怀孕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富婆本来就闹心 刚回家就碰到儿子喝得鸣鼎大醉更加闹心了 儿子借着酒精把多年来对富婆的不满发泄出来 富婆总认为是她把妹妹弄丢的 多年来的待遇还不如杨敏来的凤兰 当初丢了妹妹怎么能全怪自己 是大家一起出去旅游时 富婆临时有事先离开才造成最终的妹妹走丢的后果 如果富婆没有提前离开妹妹就不会丢 如果一开始富婆就敢公开承认丢了孩子去寻找 妹妹早就能回来团聚了 看着老公挨打 儿媳也说出委屈 自己给毫无关系的妹子当保姆 老公一直在找妹妹 两口子到底算什么 用到了就使花 用不到就毫无存在感 凭什么富婆只认女儿不认儿子 儿媳抄抄着要搬出去住 凤兰听不下去了 今天富婆有多累 让俩人不要给富婆添堵 富婆看在儿子喝酒的份上不跟她计较 凤兰脑子一转对富婆表忠心 生母快死了 干疼了一宿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她硬挺到第二天下午才联系女儿 本来女儿只认富婆养母为母亲 嫌弃生母的身份 看到来电她直接挂了 更何况今天富二代爷爷突然提出让她嫁进家门的好事 尽管生母球就不断打给凤兰 凤兰还是给挂断 没办法生母忍着疼痛联系喜欢凤兰的郑贤 郑贤也不想跟这对坏母女有瓜葛 不耐烦地接听 却听到对方快疼死的声音 等不及郑贤赶到 梅子便爬着从屋内出来 正好一直被母女俩算计坑害的程雅过来送东西 发现半死不活的梅子 郑贤后脚也赶到 两人紧急背上梅子送去医院 经过检查医生告知梅子是因为刚做过肝手术 不久近期疲劳过度导致 并无大碍注意注意就好 程雅还心疼梅子 殊不知梅子的疲劳过度就是帮着女儿害她累的 正想着凤兰给梅子打来电话 可惜程雅没接到 不然就能知道凤兰跟梅子的母女关系 而刚刚凤兰想背着父婆养母回电 父婆养母突然上车她才挂掉 最终梅子还是被程雅郑贤送回家 正常人都应该会感谢对方 哪知梅子尽庆幸生了场 并又跟程雅亲近不少 这样害起程雅来更方便了 凤兰回到家接到郑贤电话 郑贤把梅子现在的情况说给凤兰 提醒凤兰不要让梅子再做事情 她已经操劳过度干受不了了 没想到凤兰听后先说自己没时间看梅子 又表示梅子既然回家了证明并没事 郑贤感觉梅子好歹是凤兰妈 怎么能如此绝情 凤兰让郑贤不要再勉强自己 她把今天贤秀爷爷让她嫁给贤秀的事告知郑贤 称没空搭理梅子 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妈妈是父婆 不能让梅子坏了好事 她警告郑贤不要再因为这种迫事找自己 说完直接挂了 当凤兰还在想美事的同时 贤秀喝得醉醺醺回家 鼓起勇气告诉父母自己有了喜欢的人 可惜还没说出程雅的名字 爷爷从背后出现 为了避免爷孙产生矛盾 母亲给她拉进屋 爷爷也不是不通情打理 隔天贤秀酒醒就让她把喜欢的女孩带回家瞧瞧 可程雅还没答应自己呢 她让爷爷给自己一个月时间一定带人回家 凤兰沉浸在即将嫁入豪门的喜悦中 贾欣欣说自己享受着父婆女儿该享受的福分 一想到父婆走丢的女儿 她晚上都过意不去地睡不着觉 父婆还劝凤兰没必要这么想 这都是凤兰争取到的 让父婆不知道的是这些确实是凤兰努力争取的 只不过是踩着她亲生女儿而得 贤秀爷爷虽然喜欢凤兰 但贤秀母亲坚决不同意 她约出父婆表明非常讨厌跟父婆成亲嫁 年轻时抢走自己喜欢的人 结果弄丢了孩子害男人离婚伤心出国 丢了孩子后到目前为止都不公开寻找 父婆就是为了自己欲望才造成的 正常人都应该放弃事业先寻找孩子才对 她这么强势 自己儿子肯定受气 她绝对不同意这门婚事 父婆跟贤秀母亲分开后 正好看到贤秀在纠缠承雅 她以凤兰母亲的身份约承雅谈话 逼承雅说出跟贤秀的关系处到什么地步 让承雅放弃跟贤秀在一起 她不想让凤兰伤心 虽然父婆没打算跟贤秀在一起 但这些话让承雅心里很难过 而梅子从来看望她的承雅奶奶 口中得知了女儿快跟贤秀结婚的事 她心里更不是滋味 这么重要的是凤兰也不告诉她一声 连话也不接 她还是强调自己是凤兰的妈妈 正嫌让她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为凤兰好吗 纠结妈妈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用 梅子气不过一直给凤兰打电话 凤兰没办法接了 不等梅子说话又挂断电话 梅子受了女儿气 又开始埋怨父婆 她认为凤兰不告诉自己这么重要的事 父婆也应该通知她一声 在她眼里父婆什么都应该 公司里贤秀对承雅诉说喜欢的话 被门外的凤兰听到 凤兰心里恨得牙痒痒 工作时恶狠狠地盯着承雅一整天 倒瓜子里早就干掉承雅千百回 她突然想到个计划提前下了班 来到贤秀家就要见爷爷 本以为她是心急赶紧跟贤秀成婚的事 没想到她以退为进不要跟贤秀结婚 表现得善解人意样子 说是不想让贤秀为难 爷爷听后感叹贤秀没眼光 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 做完这一切凤兰换了一副面孔 心里暗暗跟承雅较劲 梅子不敢跟女儿怎么样 气势汹汹地找到父婆公司心事问罪 认为自己是凤兰母亲 要结婚这么大的是父婆 应该告诉她才对 父婆都气笑了 当初就她命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没经过一天责任的母亲 还给孩子年轻的身体上留到疤痕 梅子在奢求什么 梅子拿女儿结婚是大事说事 父婆再次纠正她 凤兰不是梅子的女儿 是自己的女儿 话音刚落父婆接到贤秀母亲的电话 告诉她凤兰不跟贤秀结婚的消息 梅子在一旁听到好奇女儿的决定 父婆强势地没拿梅子 当凤兰生母的意思 给她下了主客令 转头女人便找上父婆家门 女儿看到她却惊慌失措 派人看到 她让生母有事说完赶紧滚 生母步入正题问起女儿跟富二代家退婚的事 女儿只想赶紧把人打发走 告诉她自己不想要心里装着别的女人的男人 虽然女儿没多解释拒绝婚姻真实的目的 但生母一听就知道女儿在走神妖路子 尽管女儿不肯承认梅子这个生母 可她确实随了母亲 天生就知道如何对待男人 凤兰对梅子亲密的行为很反感 再次强调自己只有富婆一个母亲便走了 这给梅子伤透了心 不过不影响她的黑心 富婆得知凤兰拒绝跟喜欢的贤秀结婚 她为凤兰感到心疼 问起凤兰是不是因为贤秀喜欢程雅的原因 凤兰装的委屈一问一个不支声趴在富婆身上哭 原因就让富婆按她认为的想去吧 每次跟养女凤兰接触 都能让富婆联想到走丢的亲生女儿 她多想在亲生女儿结婚前能相认 这样她才能尽一下母亲的责任 殊不知她的养女凤兰 抢的就是亲生女儿程雅喜欢的人 郑贤跟程雅聊天时 无意间得知梅子替程雅登记基因的事 她一猜就知道程雅被梅子骗了 如果真登记那程雅跟富婆早就能相认 正好郑贤送程雅回家碰到同样回来的梅子 不给梅子说话的机会 郑贤给人推走 这位梅子给程雅基因登记的是 梅子谎称本来打算等凤兰结婚 就让富婆跟程雅相认的 但凤兰突然就不结婚了 郑贤听后若有所思还以为凤兰改过自新 凤兰一早装作没有胃口吃饭 继续博得富婆同情心疼 她要趁富婆不知道程雅就是亲生女儿的时候 闹得母女俩先反目成仇 正是因为凤兰主动跟贤秀爷爷退婚的行为 让贤秀心生感激 她约出凤兰道谢 俩人又恢复到了从前亲密的朋友关系 没想到他们一起嬉笑走过的一幕被程雅看到 凤兰看到程雅 故意挽住贤秀走了 富婆被凤兰的演技所骗 心疼养女的她把程雅叫来谈起私人感情 她的意思很明确了 如果程雅不想跟贤秀在一起 就让贤秀死了心成全凤兰 富婆多次明显护着凤兰的话让程雅心情沉重 她现在只想搞事业了 让贤秀不要再联系自己 程雅感觉到压力贤秀就停止 虽然不会再前进 但也不会后退 她会等到程雅敞开心扉的那天 程雅何尝不想跟贤秀在一起 只不过现世俩人家庭确实不匹配 让程雅压力山大 程雅现在能吐露心声的只有郑贤了 两人谈到登记基因的事 郑贤为凤兰母女保密 但她侧面引导了下程雅 可以再去确认下进展 可以程雅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 郑贤安慰程雅的一幕 被同样来吃饭的贤秀看到 贤秀想离开 凤兰怎么会放过刺痛程雅的机会 非要留下打招呼 还告诉两人自己跟贤秀刚看完电影 程雅不舒服地要去厕所整理心情 凤兰紧跟着离开 她对程雅做了那么多坏事 却问程雅有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 装得不知道程雅为什么总躲着她 散场后程雅盯着贤秀凤兰离开的背影 转头让郑贤陪自己再去喝点 结果喝得鸣鼎大醉回到家 还给家人一人买了一份礼物 当大家都以为程雅有什么开心的事实 程雅抱着扫把唱起歌 看着唱着直接哭了 而郑贤思来想去认为 能阻止凤兰的只有自己 她问梅子自己跟凤兰有没有可能在一起 梅子劝郑贤放弃 凤兰怎么会嫁给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这直接四通了正贤的心 她对凤兰哪里都好就差个财阀家庭 每年电视台进新人 身为二把手的富婆都会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今年也不例外 可凤兰知道程雅是富婆女儿极力阻止 以嫂子会辛苦为由 今年跟新人的聚餐就去外面吃 然而嫂子不怕辛苦 最后还是定在家里 凤兰怎么着都要想出阻止程雅进富婆家的办法 她跟贤秀拍外景时假装晕倒 这导致俩人无法按原定计划回家 只能在外留宿一宿 凤兰就一直装睡不醒 她知道没有自己发话 手底下的新人不敢下班 正好程雅跟她打来电话 贤秀看凤兰睡得正香替她接了 贤秀告知凤兰不舒服才无法回去 同事看凤兰走之前一点是没有怎么会生病 她认为俩人是为了约会 而凤兰装作被贤秀感动趴在贤秀身上哭 背后换了另一副面孔 听说凤兰生病 隔天郑贤赶紧关心她 还提起今后会替凤兰隐瞒程雅和富婆的母女关系 她希望凤兰能嫁给自己 凤兰面对郑贤的表白无情嘲笑 她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要放弃跟贤秀结婚吧 凤兰只是以退为进 她说就算郑贤死而复生也不是自己结婚的对象 听了凤兰说的话 郑贤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痛快松了口气 郑贤的小插曲处理完 凤兰故意让新人给程雅传话去偏远的地方送包 程雅拿着包就跑了 凤兰以为程雅就算飞回来也赶不上来富婆家 殊不知程雅等地铁时正好碰到郑贤 听了程雅说的 郑贤让程雅去好好聚餐 她代替程雅去送包 程雅也没回公司直接到了富婆家 来得比凤兰几人还快 正好给了富婆和程雅单独说话的机会 两人交谈很久凤兰才带新人们到家 得知程雅早来了下凤兰一跳 而程雅谈话结束准备离开时 发现了富婆跟她小时候的合照 她好奇照片里的小女孩跟富婆什么关系 富婆丢失过女儿的事一直没有公开 只说是自己家人 这让女人脑袋里都是问号 但她也不敢唐突说照片里是自己小时候 两人的对话都被知道真相的养女凤兰听到 凤兰趁两个人离开偷偷把合照藏了起来 整个饭局下来程雅都心不在焉的愣神 富婆给人拉回现实 程雅想确定下照片里的小女孩有没有看错 她再次返回富婆书房 可刚刚还摆在桌子上的合照不见了 凤兰后脚就跟着进来训斥她乱进别人房间 给程雅骂跑后她才松口气 庆幸刚刚把合照给藏起来 程雅也没心情再留在富婆家里 谎称身体不舒服要先离开 凤兰知道程雅因为什么 追出来找机会单独跟程雅说话 果然程雅忍不住好奇问凤兰富婆桌子上合照的事 凤兰撒谎说合照里的小女孩是她小时候 可那张照片里的小女孩明明是圆脸大眼睛 跟凤兰根本不像啊 还没等凤兰回来摆回照片 富婆就先回书房发现合照不见了 凤兰回来还假惺惺的让富婆好好找找 结果富婆在抽屉里找到 她明明是放到桌子上的 凤兰引导富婆记错了 还贴心的帮她把照片放回原位 偷着恶狠狠盯着富婆 回到自己房间 凤兰拿着当初捡到程雅钱包里的那张合照观察起来 她自我安慰人小时候长得都差不多应该看不出来 而程雅着急忙慌跑回房间 同样地观察起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脑海里浮现出富婆合照 以及富婆说小女孩是家人的话 正想着养父突然进来 刚刚她看程雅着急回屋以为有什么事 程雅正好问她自己是怎么被养父发现带回家的 小时候程雅移交过儿院时那些文件都丢了 养父也不清楚 程雅接着看小时候照片依旧疑惑 富婆也跟有感应般 怀疑侦探社有问题 一开始说了个孤儿院 后来又说弄错了改成了另一家 她总感觉不对劲 让儿子再去打听打听 没想到儿子出来就碰到凤兰 两人一聊天让凤兰得知富婆的疑惑 当初可是凤兰让梅子打通的侦探社 这是可不好办了 程雅侧夜未眠 回想起领导们说她长相气质 向富婆年轻的话更加睡不着了 反复拿着小时候照片看 富婆一早跑到程雅养父店里买面包 养父莫名对富婆很有好感 主动要求把面包给富婆送到车上 其实就是想聊一路 两人离开的一幕被对门 要当程雅后妈的梅子看到 转头梅子已问凤兰婚事为借口联系富婆 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打听富婆 为什么会跟程雅养父一起离开 还说是担心富婆有不好的传闻才问的 富婆很无语问的什么 扒杆子打不着的问题直接挂了 梅子听出程雅养父好像跟富婆 并没有关系忍不住美滋滋 但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担心这种事 而程雅把在富婆家看到自己小时候照片的事 说给了郑贤 她现在很恍惚不确定照片里是不是自己 因为凤兰说照片里的小女孩是凤兰 所以程雅还怀疑自己是不是跟凤兰双胞胎 她胡思乱想了一夜 郑贤答应替凤兰保密 只能引导程雅去亲自问富婆 可当程雅问富婆是不是有个失散女儿的时候 富婆却不承认 自己丢女儿的是只有家人知道 她不会告诉外人 得知程雅去富婆办公室 凤兰怀疑是郑贤在拖后腿 她质问郑贤反惹郑贤厌烦 已经了解凤兰本性的郑贤 就算凤兰再以死威胁也不管用 她都认为凤兰在作秀 郑贤压盯着刚回来的凤兰看 她忍不住问富婆桌子上的照片是在哪里照的 凤兰几岁时照的 凤兰一一回答心里都要烦死程雅了 同样又担心程雅问过富婆一样的问题 富婆暗地里一直找不到女儿心里苦 约出冤家朋友诉苦 当初她生下儿子后一心拼事业 没打算要女儿 大概是女儿有所感应才会走丢吧 如今富婆不知道该怎么办 朋友劝她现在公开寻找女儿也不晚 可富婆担心凤兰的处境 一旦公开找亲生女儿 凤兰就会被所有人知道杨领的身份 富婆太讨厌现在虚伪的自己 尤其有人问她有没有失散女儿的时候 她还在撒谎 朋友听后感觉不对劲 富婆丢女儿的是只有家人和自己知道 问的那个人肯定知道什么才会问 富婆这么一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她同样回忆起别人说程雅像自己年轻时的话 又想起程雅无缘无故问她有没有丢过女儿 当即打电话让秘书把程雅叫过来 没想到程雅为了弄清楚真相 专门请假去了自己小时候待过的孤儿院 虽然富婆并不知道程雅行踪 但母女俩缘分开始挡也挡不住 富婆也决定去打听的孤儿院问情况 而凤兰得知程雅有重要的是请假急坏了 联系妹子问程雅有没有回家 让她马上打听程雅的去向 她此刻内心慌得很 又联系上郑贤问程雅有没有跟她在一起 郑贤懒得搭理凤兰 载着程雅赶去孤儿院 然而富婆早到一步 顺着孤儿院线索找到了知道女儿下落的一个院长这里 院长把程雅养父的地址和名字告诉富婆 据她所知富婆要找的女孩就是被一个面包店老板杨领走的 当时是面包店老板带女孩来她这里做的心脏手术 这让富婆心里一惊 面包店老板家只有老妖是杨领的孩子 难道程雅就是自己失散20年的女儿吗 她来到亲生女儿养父的面包店 打听起程雅小时候的事情 听着程雅养父喋喋不休地夸赞女儿 给富婆直接夸哭了 刚要掩饰着离开 结果一个没站稳差点摔倒 程雅养父先把人扶到程雅房间休息 富婆一眼认出程雅小时候的照片就是自己女儿小时候 自己为了养女凤兰的感情对程雅说过那么多狠毒话 想到这里她更伤心了 而程雅因为富婆家的照片同样疑惑 跑到警局问寻亲的进展 结果却得知她的基因并没登记 而且这种事情是需要本人过来办理别人无法待办的 那这也就意味着邻居大婶撒谎了 来不及想梅子撒谎的原因 她先把基因登上了 回家路上一走神差点被车撞倒 她联系贤秀过来委屈地抱着对方痛哭 而郑贤把程雅去过警局登记基因的事告诉凤兰 话刚说完就挨了一巴掌 这给郑贤打得愣半天 刚反应过来凤兰竟还想来一巴掌 上次猝不及防这次郑贤给她接住了 凤兰要知道郑贤会拖后腿 当初就不该把所有的事交给她办 程雅也哭够了转头找到梅子算账基因登记的事 梅子恬不知耻的谎称是疼程雅才骗她 说程雅奶奶老想把程雅赶出去 为了堵住程雅奶奶嘴才撒谎给程雅基因登记了 这样程雅奶奶就不会在这个期间排挤程雅 程雅再傻也不会相信梅子的话 梅子干脆耍赖往地上一坐 让她不幸就告诉奶奶去 凤兰回到家就接到梅子电话 本来就心烦的凤兰训斥了母亲一顿 结果得到更生气的消息 程雅知道基因登记的事了 凤兰让梅子不要牵扯到自己 她还要过自己的生活 让梅子抗下所有 凤兰假装烦闷找富婆谈心 说自己不想跟贤秀结婚的原因并不是程雅 而是怕贤秀家知道自己养女的身份 如果富婆找回亲生女儿 大家肯定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到时候亲人都离开她 她怕坚持不下去 苦肉计煽情一起用 亲生女儿到底认不认 让富婆又心软了 凤兰整夜睡不着觉 程雅跟富婆也一样 三个人各有各的心思注定无眠 白天工作富婆忍不住偷偷观察程雅 闲着没事就把程雅叫到办公室 程雅离开她又多次喊程雅名字 喊了还没话说欲言又止 让程雅走吧 俩人尴尬的状态看着就难受 程雅昨天登记的基因 今天结果就出来了匹配的 对方打来电话给了她匹配基因人的电话 程雅找了个没人的电话号码拨过去 虽然做了心理准备 但富婆接听后吓程雅一跳 她慌张把电话给挂了 没想到愣神的功夫 富婆又打了过来 程雅无法接受富婆 使自己母亲的事实直接拒接 她问凤兰是不是只有一个哥哥 凤兰故意说富婆只有兄妹二人两个孩子 程雅刚要再说点什么被同事们打断 他们要布置节目场景 程雅盯着富婆看 富婆感受到目光一抬头愣住 两人互相盯着对方看 凤兰还以为富婆在看她 热情地打招呼 这让程雅误会了 也以为富婆在看凤兰 她回到家就听父亲说 白天富婆来过的事 还差点晕倒 但富婆岂不是看到了小时候照片 她为什么不认自己呢 程雅独自坐在院子里想了一夜 一早贤秀突然过来陪她上班 知道程雅不坐自己车 她便陪着程雅一起挤公交 全程当个护花使者 给程雅送到公司 程雅就把富婆是母亲的事说给了郑贤 郑贤祝贺程雅 还催促她赶紧跟富婆相认去 他们的话都被背后盯着的凤兰听到 凤兰赶紧跑出来阻止 扯着工作的理由 把程雅给安排走了 随后警告郑贤 不要告诉程雅自己是养女的事 程雅思来想去 还是有疑问问凤兰 正好凤兰也有话对程雅说 两人来到天台 不等程雅开口 凤兰先说自己撒谎了 因为她早就知道程雅知道了真相 所以直接承认 富婆家里抱着的小女儿照片不是自己 而是富婆的亲生女儿 她把自己养女的身份告诉程雅 还说富婆养领自己 适当亲生女儿的替代品 让程雅恨富婆的同时 博取程雅的同情 凤兰求程雅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说富婆能坐上今天的位置 就是拿满着丢失程雅换来的 一旦程雅是富婆亲生女儿的 是被大家知道 富婆就要完了 凤兰希望今后有关身份的是 俩人能一起交谈 程雅听了凤兰说的半天 憋不出一个字 同时富婆接到警局电话 把基因匹配人的电话报给了她 正好程雅失魂落魄地回来 接到富婆电话 富婆跟她一样 听到对方的声音沉默半天 程雅叫半天没人应 挂了电话突然反应过来 当俩人都盯着等对方先开口时 被养女故意打断 富婆顾及养女的立场 只当路过心虚离开 这让程雅更加伤心了 她大戴可以确定 富婆知道自己是亲生女儿 现在程雅后回找父母了 郑贤劝她不要胡思乱想 有时当面跟富婆说开 可程雅不敢 再加上养女凤兰曾告诉她 如果俩人相认富婆事业 就会毁掉 她不想这个时候相认 独自跑到养母骨灰前 诉说心里的痛 凤兰把程雅知道富婆 是生母的事怪在梅子头上 当初就是为了让梅子 阻止俩人相认 才给她在程雅家对面弄的房子 结果事情还是半杂了 凤兰从梅子家出来 正好碰到程雅 谎称自己是在等她确认 会不会跟富婆相认 程雅没回答 只问凤兰富婆是个怎样的妈妈 凤兰故意告诉她 富婆跟程雅养母一样 对自己疼爱有加竭尽全力 这话让程雅听着很怪异不舒服 而程雅刚进屋富婆就偷偷过来了 老远就听到院子里嘻嘻哈哈的声音 她以为程雅会跟自己一样心情沉重 没想到竟然如此开心 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富婆又落寞地离开 得知妹妹的身份已经告知富婆 富婆儿子都要气死了满屋子找人 盼了一家乡去二十年 母亲凭什么不告诉自己 让自己生嫩气 富婆回到家 富婆让儿子别激动 她会看着办 儿子还不知道富婆吗 她说的看着办怕事又想隐瞒下去吧 妹妹走丢自己陷入自责二十年 受到富婆冷眼二十年 找到妹妹却不告诉她太过分了 富婆考虑凤兰还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想先暂时这样 儿子都无语了 那是失散二十年的女儿 她还有心思管一个养女的心情 儿子怒吼着问母亲自己亲妹妹到底在哪里 儿媳听出来了 这意思是小姑子一直在他们身边 富婆可算把成雅的名字说出来 这正好被回家的凤兰听到 她假装刚刚知道一样上前质问富婆 富婆谁也不搭理直接回了屋 富婆儿子当即就要去认回妹妹 但被凤兰拦住 她怪哥哥不想想富婆和自己的处境 现在谁都不知道她是杨领来的孩子 也没人知道富婆有个失散的女儿 凤兰口口声声自己无所谓 一切都要为富婆考虑 富婆的身份基本全国都认识 记者知道了不会放过这个大瓜 到时候富婆会身败名裂 甚至可能会因为键盘侠的恶意评论 想不开失去生命 凤兰连虎带下了阻止哥哥 哥哥不能理解母女俩的行为 凤兰假惺惺装作善解仁义的来安慰富婆 不等富婆开口她表示都能理解 还让富婆不用顾忌自己 去做想做的 说着说着真掉下来两行累 这让富婆对她更加心软愧疚 儿子根本不想见到富婆 毕早气冲冲离开 而梅子听凤兰说郑贤在中间帮成雅 她上来给了郑贤一巴掌 郑贤轮着艾姆尼亚巴掌也急了 让梅子母女不要为这良心做事 梅子让她少管闲事 不然下次真的不客气了 教训完郑贤 梅子又跑去给富婆添堵 听说富婆找到亲生女儿 她问富婆自己女儿怎么办 认为自己跟凤兰不能相认 都是富婆的关系 让富婆不要站着两个女儿 把凤兰还给自己 富婆当即要给凤兰打电话 吓得梅子赶紧起来 否认要带走凤兰的话 富婆就知道梅子无法负责 梅子则替凤兰不平 富婆背着凤兰找亲生女儿 装是没有责任感 她认为富婆就应该为了凤兰不该找亲生女儿 警告富婆如果让凤兰受伤 不会放过她 承雅忍不了了 鼓起勇气找到富婆 让她忘记失散的女儿吧 她要以养父的女儿活下去 跟富婆今后没有任何关系 富婆看承雅开口 要跟她好好谈谈 说自己很惊慌 所以没开口认承雅 如果承雅再等自己的话 她为此道歉 承雅听说自己跟哥哥玩的时候丢的 她好奇富婆在哪里 富婆没脸回啊 她为了工作丢下俩孩子离开 才导致承雅失散 之后富婆为了事业 怕盯着自己的敌人抓住把柄 选择没有公开寻找承雅 她竟让承雅理解下自己 今后她会为承雅全力以赴 到现在为止承雅过得很幸福 她不想改变现状 面对富婆的示好承雅直接拒绝 承雅留下拒富婆回答不出来的话走了 母女俩一个屋里哭一个屋外哭 梅子则跑到凤兰面前邀功找富婆的事 结果换来凤兰的大呼小叫 凤兰拜托梅子不要总在妇婆面前 强调自己是梅子这种人的女儿 她相信妇婆抚养自己二十年 就算亲生女儿出现 也不会把俩人分开 妇婆回到家儿子对她大呼小叫 迫切想知道妹妹回不回家 哪知妇婆比儿子还急让她不要管了 凤兰又化身贴心小棉袄来安慰妇婆 妇婆确实认为有凤兰在身边 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 不向儿子只会添堵 一早妇婆堵在承雅家附近要陪她去上班 但被承雅拒绝 下班妇婆还想见承雅 跟凤兰打听承雅有没有下班 凤兰已选拔妇婆助理主持人 唯由让妇婆先不要见承雅 免得被其他新人以为妇婆偏袒 妇婆想了想也对 暂时放下对承雅的执着 凤兰趁现在不断拉近母女感情 拉着妇婆一起去吃饭 没想到离开时正好跟承雅碰到 妇婆问话承雅假装没听到 还是贤秀回了一句化解尴尬 她还以为承雅是因为自己和凤兰三人感情问题 跟妇婆关系不好 妇婆儿子独自坐在游乐园 回忆起妹妹走丢的场景 当时妇婆扔下父子三人离开 爸爸去买饮料 承雅要玩溜溜球哥哥没给 结果溜溜球被承雅扒拉跑 等哥哥捡回来就不见了承雅踪影 妇婆儿子后悔了二十年 当初该给妹妹玩那个溜溜球的 正想着她看到了承雅 俩人四目相对 然而妇婆哥哥竟然选择逃避跑了 一家人都没人主动认自己 这让承雅心里难受 打致妇婆儿子晚上就跑到承雅养父家附近徘徊 好在她等到了承雅 不管妇婆顾忌什么 反正她要跟妹妹相认了 而俩人离开的一幕被妹妹的养父看到 哥哥把当初的罪魁祸首溜溜球交给妹妹 如果能回到二十年前 她绝对会让给妹妹玩 如此掏心窝的话 妹妹却很淡定地让哥哥今后不要再来找她 甚至没拿哥哥保存了二十年的溜溜球 直接走了 这让哥哥伤心不已 但她还是追上妹妹 把溜溜球塞到对方手里 承雅一句话没说 留下哥哥在原地哭着目送她 可背对着哥哥时 承雅忍不住落泪 同时妇婆很后悔当初 承雅问自己有没有亲生女儿的时候 她不该说谎的 如果那时候把真相说出来 承雅应该不会这么恨她吧 正想着儿子回家哭诉 她这么想念承雅 承雅却一声哥哥也没有叫 越想越委屈的她回自己屋哭去了 养女凤兰假惺惺安慰 可对于凤兰来说妇婆是全部 但对于自己来说妹妹同样很珍贵 妇婆儿子表达的是对承雅的兄弟 但在凤兰听来就是妇婆儿子心里 只拿承雅当妹妹 自己这个妇婆养女 对哥哥来说就什么都不是 妇婆儿子还在闹心 凤兰又自己怼气跑去房间 她只有在妇婆在场时 表现了体贴懂事 背后对谁都掩饰不了本性 妇婆儿喜好心来开导她 凤兰却认为哥哥就不应该在她面前 做这种举动 应该避讳着她 这给妇婆儿喜起笑了 从小到大妇婆都把丢了女儿的是 怪在儿子头上 妇婆指护着凤兰排挤儿子的时候 让妇婆儿子也受到很多伤害 这是说的凤兰不在之声 隔天妇婆依旧在承雅家附近蹲点 承雅本不想搭理妇婆 奈何妇婆太有名 周围路过的人都对这边指指点点 妇婆知道承雅反感她谈母女情 于是谈起了承雅哥哥当初因为丢了她差点抑郁的事 妇婆让承雅不要对哥哥太无情 下次再碰面 希望承雅能叫她一声哥哥 承雅听了妇婆扒来一路 而妇婆在承雅一起上班的场景对凤兰看到 妇婆转头找到朋友吐露心声 告诉对方自己找到了女儿 可女儿因为她没公开寻亲很伤心不想认她 朋友指出妇婆挽回女儿的主意 那就是让妇婆告诉所有人她就是自己女儿 可妇婆心里并不想 先不说养女凤兰的问题 她新节目就要开始了怕影响名誉 朋友不理解难道名誉比妻生女儿还重要吗 妇婆被朋友指责烦了 让朋友站在自己立场想想 如果朋友遇到这种事也做不到 朋友与其坚定 如果这事发生在她身上 她会把所有记者叫来开心的公开女儿身份 妇婆说不过朋友让朋友理解下自己 她本来就很累 没想到跟朋友谈心更闹心了 朋友怀疑妇婆没有母亲 这也是她不同意自己儿子取丰满的原因之一 妇婆儿子心里可比母亲急 她跑到公司让妇婆不能放任着妹妹不管 应该尽早挽回她的 妇婆却让她不要在公司谈私事 气得儿子跟妇婆道歉 妇婆刚要吵吵儿子被儿子打断 她跟妇婆不一样 扬言会尽力挽回妹妹 让妇婆等着瞧 儿子说完摔门而出 没想到凤兰会在外面一直趴墙根 她心里暗暗恨哥哥这个绊脚石 而成雅表面假装不在乎亲人 下班回家看到侄女再玩溜溜球 愤怒地冲上前给抢了过来 从外面发过脾气的她对侄女大呼小叫 二姐帮女儿说了一句 也被成雅训斥 她气不过跟成雅理论 结果成雅一句话也不让着二姐 从小到大父母都向着成雅忽略自己 甚至母亲离世也没关心自己 只惦记着成雅以后该怎么办 自己娘让她下溜溜球怎么了 成雅小时候还不是乱拿她东西 二姐大嗓门引来家人 父亲一句话不用问 就让老二让着成雅 每次俩人吵架 父亲每次帮自己的时候 奶奶喜欢大姐 父母喜欢成雅 自己这个老二就是多余的 老二直接气跑了 成雅站在院子里 一直等到二姐回家 只为了道个歉 然而二姐二十年的委屈 不是一下可以释怀的 妇婆儿子相对于妇婆的无动于衷 显得比较殷勤了 她约出成雅试图挽回兄妹情 了解俩人小时候的回忆 没想到成雅竟还记着 他们经常唱的儿歌 多吃一顿饭就多增进一点感情 这次父婆儿子没白找成雅 临分开她一步三回头跟成雅再见 殊不知她的行为已经感动了成雅 但关键心结还在父婆 父婆儿子回到家 要跟父婆谈成雅的事 哪知父婆白天不让儿子 在公司谈就算了 回到家又说明天有重要的面试 要从公司选拔有能力的人 当自己助手 儿子直言就是父婆拿工作 看得比成雅还重要 所以成雅才不肯认妈妈 她一气之下提出 明天父婆面试结束就分家 妹妹之所以不肯来这个家 就是因为父婆 她要分家出去后 跟妹妹培养感情 父婆一向不会低头 儿子要出去就出去吧 今天就是选拔 当父婆助手的日子 父婆希望成雅能面试成功 母女俩一起工作 她叮嘱了成雅很多注意事项 成雅让她公司分明就行 她的心结还未解不再搭理父婆 或许是她最近心事太多 成雅有点站不稳 可惜父婆背对着她没有看到 不出意外 成雅去公司的路上 头晕眼花没有挺住晕倒了 医院抢救是根据成雅的出入许可 打到了公司 打着电话却是凤兰接的 医院让凤兰过来一趟 得知成雅晕倒住院 凤兰若有所思 正好同事们看选拔地点到了 问起成雅的行踪 知道迟到就无法参选 父婆助理的位置 凤兰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还假惺惺地让同事们给成雅打电话 父婆心里向着亲生女儿 赶紧打听成雅为什么没来参加选拔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联系不到成雅 只要成雅出事 郑贤就大概能猜出来 跟凤兰脱不了关系 被质问的凤兰心虚派人看到 否认一切后匆匆离开 而成雅苏醒时 依旧没人知道她在医院 结果一动就头晕目眩 没办法她只能联系贤秀来接自己 凤兰此刻还在父婆吹耳边风 说成雅是不想跟父婆亲近 不想被选上才故意躲起来的 父婆正思考凤兰的话 贤秀冲进来告知父婆 成雅昏迷在医院的消息 说完贤秀急着看成雅就跑了 父婆让凤兰通知公司 选拔事件推迟一个小时 她先去医院一趟 可凤兰慌张拦住父婆 让父婆公司分明 如果就这样走了会传出闲话的 凤兰把看望成雅的是揽在自己头上 让父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父婆真听劝 当即就把成雅拜托给凤兰了 但她在选拔的时候心不在焉 根本无法客观别出评价 凤兰看贤秀关心成雅的样子 心里不爽 故意告诉成雅在医院的是 父婆已经知道 成雅只想知道父婆有什么反应 凤兰却谎称父婆 什么都没说正忙着选拔的事情呢 这无疑戳了成雅心窝 她都不想去参加选拔了 正好医生过来通知成雅检查结果 需要住院观察 身体都号称这样子了 贤秀心疼不已 而父婆忙完才来看成雅 看成雅熟睡的样子 她忍不住喊了一声成雅真正的名字 却正好被回来的贤秀听到 贤秀满脑子问号 成雅说过找到亲生母亲的事 但不想认 回想起父婆听说成雅住院激动的样子 难道那个亲生母亲就是父婆吗 同时郑贤贤质问护士时 得知对方已经通知过公司的事 说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 郑贤一下就明白了 又是凤兰 她给凤兰拉出医院 贤问凤兰从中有瞒的事 凤兰看瞒不住承认 讨厌成雅跟父婆一起做节目 巴不得她参加不了 郑贤以前没发现凤兰是这种坏人啊 凤兰哭诉着表示 自己也需要时间接受父婆跟成雅的母女关系 郑贤叹口气貌似又心软了 父婆在成雅床边待了许久 也不见人睡醒 她自言自语失去成雅后是怎样的心情 就是因为悲痛欲绝才加倍投入到工作当中 真诚地跟成雅道歉 在丢了成雅后应该先找她的 父婆恳求成雅的原谅 话虽说的挺感动真诚 但父婆并没有为了成雅公开 她是自己女儿的身份 这不是光嘴上哄小孩呢 其实成雅一直在装睡 父婆走后她就睁开了眼 父婆出来正好碰到成雅养父 她想把成雅留在自己身边 拜托成雅养父帮帮她 至少她想从成雅嘴里听一声妈妈 家里父婆儿子都要急坏了 她就等今天成雅的选拔结果 可却都黑了父婆跟凤兰都联系不上 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正着急上火的凤兰回来了 得知成雅晕倒住院 哥哥责怪凤兰没有告诉她一声 说完就要冲去医院看成雅 现在天色已晚 成雅或许已经睡了 老婆和凤兰都劝她才把人劝住 自己做心脏手术时 哥哥都没有如此着急 这让凤兰心里不平衡 一早养父来医院劝成雅 她会无条件站在成雅这边 但父婆毕竟是生了她的妈妈 养父让成雅想想父婆丢了女儿后的心情 肯定不好过 多说无意剩下的 就让成雅客观的思考决定吧 父婆回到家就被凤兰问东问西 打听父婆跟成雅间的事 得知父婆怕成雅小时候 做过心脏手术会有问题 要带成雅去大医院检查 凤兰非常关心 如果医院问起他们的关系 父婆会不会说成雅是她女儿 父婆表示有必要的话她会承认 凤兰心里又在想什么坏点子 成雅对父婆道歉的话 想了一夜哭了一夜 一早父婆儿子着急忙慌 就来到医院看成雅 她跑进去的一幕正好被贤秀看到 然而父婆儿子刚到还没说两句话 成雅大姐带着贤秀舅舅就来了 两人奇怪 父婆儿子跟成雅又没交集 怎么会来看她 父婆儿子匆匆逃离 最终这个问题落到成雅头上 成雅把自己是父婆亲生女儿的是 说给了姐姐 贤秀则约出凤兰试探问她 父婆听到成雅住院为何会着急的话 凤兰谎称父婆平时没表现出来 其实很关心下属 如果换成别人她也会这么着急 贤秀又说父婆看成雅的眼神不一样 凤兰表示每一期新任里 都会有父婆特别喜欢的人 她因应对贤秀的问题 还叮嘱贤秀不要跟别人乱说 在职场里被别人知道父婆喜欢成雅 对成雅没好处 贤秀可以确定父婆跟成雅的关系 她以为是凤兰不知情也没多说话 检查结果没有问题 医生让成雅明天可以出院了 成雅坚持今天就离开 谁也没告诉 就跟着贤秀走了 成雅就住了两天院 养父一家担心坏了 二姐主动跟成雅道歉吵架的事 就连平常不待见成雅的奶奶也说起关心话 梅子看一家人其乐融融实相地离开 初来忍不住感叹成雅真幸福 有这么多家人关心不说 今后父婆怕事也会围着成雅转 这样一想自己女儿凤兰就太可怜了 父婆下班照常来医院看成雅 结果得知已经出院的消息 她很生气地去问医院也不告诉自己一声 却被对方问得无话可说 对方问父婆是不是成雅家属 父婆也不好找对方麻烦 联系成雅这边 成雅不仅挂了她电话还直接关了机 而梅子心疼凤兰打电话关心 凤兰嫌弃她爱事 说在等父婆妈妈后 直接给梅子电话挂了 姐人的亲情问题跟聂元似的绑在一起解不开 问凤兰愿不愿意接纳成雅一起生活 凤兰第一反应就是成雅难道答应回家了吗 随后假装很开心的样子要跟成雅好好相处 父婆安凤兰的心 就算成雅回家也不会改变什么 凤兰依旧是自己的女儿 在父婆面前凤兰永远大方善解人意 回到屋自己就哭成泪人 她就知道最终会是这种结果 暗暗发誓绝对不会让成雅进家门 于是一早凤兰便在公司等着成雅 她跟成雅套近乎 以姐妹俩为了父婆要好好相处为切入点 实则她是为了劝退成雅 凤兰知道成雅心里肯定也是有父婆的 侧面提醒如果母女三人的关系 被同事们知道了会有流言蜚语 到时候最难过的人还是父婆 成雅听后若有所思 凤兰一直观察她的微表情 凤兰怕成雅被父婆的举动动摇 告知成雅全公司都知道了 父婆不想让成雅去地方工作的事 如果不想被别人误会父婆偏袒她 最好别动摇 凤兰还假惺惺惺让成雅不要走太远 表示父婆跟自己都会很伤心 成雅听后并无波澜 就算凤兰不给她上二话 她也没打算动摇 贤秀得知成雅要走认为她在逃避问题 自己愿意跟成雅一起面对 就算再难她希望成雅能在自己身边难过 然而这并没有劝动成雅 成雅都要走了 朋友跑来劝父婆还不赶紧公开相认 当年成雅刚丢的时候 朋友就让父婆公开寻找 那时候父婆让朋友陪着她度过难过的日子 同时贤秀因为留不住成雅而发怒 成雅也没给贤秀好脸色 大概贤秀对自己的理解和喜欢仅此而已吧 而梅子在家门口截呼成雅 掏心窝的讲述自己生过女儿抛弃女儿的事 还告诉成雅自己女儿就不喜欢跟她一起住 就算相认了住一起不一定会幸福 意思是劝成雅不要跟着亲生母亲父婆 目的还是出于帮着凤兰 但她并没有把凤兰是自己女儿的事告诉成雅 在俩人聊天的间隙 父婆来到了成雅家 正好跟成雅梅子前后脚 这次过来是要带走成雅的 这个台里面是